现在我们进入第61课的巨型金讲 Key Structures 这一课谈论的是哈勃太空望远镜 在文章的开始 作者用了一句话简单介绍了一下哈勃太空望远镜 科文是这样说的 The Hubble Telescope was launched into space by NASA On April 20th, 1990 At a cost of over a billion dollars 大家听完这句话会发现 它的信息量特别大 对于这种句子 无论是听还是读 我们都需要注意一个原则 就是按照异群来接收信息 而且要注意主次的原则 你看这个句子的主干信息是 The Hubble Telescope was launched into space Hubble望远镜被发射进入太空 然后讲到的By NASA 是执行发射任务的机构 美国航空航天局 接下来 On April 20th, 1990 讲的是发射的时间 最后一个状语 At a cost of over a billion dollars 花费了超过十亿美金 给出的是费用的信息 告诉我们 这个望远镜有多么的昂贵 大家来比较一下 如果用中文来翻译这句话 是什么样的语序呢 我们可能要这样说 哈勃望远镜于1990年4月20号 由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进入太空 耗资十多亿美金 大家发现了什么特点呢 在中文当中 时间撞语以及动作的发出者 By NASA 这两个信息都要先给出 然后再说发射进入太空 而英文当中 是先说最主要的信息 哈勃望远镜发射升空了 然后再补充一些细节信息 是谁发射的呢 在什么时候发射的呢 耗资多少呢 你看 这是一种什么思维呢 对了 叫先判断 后细节 这是东兴老师 一直在我们的不一样的新概念课程当中 强调的英语表达的核心思维 那么 先判断后细节 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发现没有 先给出最主要的信息 然后再补充细节 这样呢 沟通和信息传递的效率 是不是更高呢 So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English is a very efficient language 从沟通的角度来说呢 英语啊 是一种特别高效的语言 而如果你熟悉的 先判断后细节 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你在听力和预读的时候 就会呢 有意识的去判断 什么是句子当中最重要的信息 好 我们再次回到刚刚讲过的课文中的第一句话 这句话当中呢 当谈到哈勃望远镜的建造费用 作者呢 用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表达 at a cost of over a billion dollars 注意大家想想看 如果不用这个词组的话 你是不是得重新写个句子呢 The Hubble Telescope cost over a billion dollars 这样呢 就会变得特别啰嗦 对不对 好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精彩的句式 假设说 我们要表达这样一个句式结构 做A这件事 花了X美金 用英文呢 就是Due a at the cost of X dollars 另外呢 要注意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同义词来代替cost 叫做expense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Due a at an expense of X dollars 好 我们来做一个场景造句 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前 万众期待的主体育馆 鸟巢终于建成了 当然 这座让世界眼前一亮的体育馆 也是耗资不菲 花了多少钱呢 总共超过了4亿美金 30多亿人民币 如果要求你用一句话 向外国朋友介绍鸟巢体育馆 你可以怎么说呢 这鸟巢体育馆呢 叫做The Birds Nest Stadium 另外 在用英文传递信息的时候 要注意我们前面讲过的 先判断后细节的思维方式 先讲最主要的动作 也就是建成 然后呢 在什么时间呢 在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 最后呢 再讲耗资超过4亿美金 所以呢 你可以这样来表达 The Birds Nest Stadium was completed before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at a cost of over 400 million dollars 这里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 cost 跟 expense 他们的原意呢 表示花费和开销 花费和开销呢 是经济上要付出的代价 所以cost 跟 expense 还有一个重要的隐身意 就是代价 所以当我们要表达说 做A这件事情 付出了B的代价 或者说为了做A这件事 牺牲了B 在英文当中 就可以这样来表达 Do A at a cost of B 所以前面再表达 做A这件事 花了多少钱 at a cost of X dollars cost 的前面 是一个不定贯词 表达的是 花了这样一笔钱 而要表达付出具体 什么代价的时候 cost 的前面 这个锯式结构呢 在比较正式的文体当中 非常常见 好 我们很快来做一些 场景的造句练习 帮助大家来熟悉一下 这个精彩剧型 第一句话 我们不能为了发展经济 而牺牲了环境 这句话用英文如何表达呢 牺牲了环境 就是付出了环境的代价 所以我们可以说 We should not develop the economy at a cost of the environment 当然这里的cost 我们也可以用expense 来替代 所以你还可以说 We should not develop the economy at the expense of the environment 如果为了发展经济 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 自然环境 那就是杀鸡取卵 同样对一个人来说 为了赚钱而牺牲了健康和家庭 这是一个特别愚蠢的策略 这句话用英文怎么表达呢 注意牺牲了什么 也就是付出了什么的代价 所以我们可以说 Making money at the cost of your health and family is a stupid strategy 挣钱工作最终的目的 就是为了幸福 happiness 而健康和家庭 是一个人幸福的重要保障 Without health and family making money is meaningless 追求快乐和幸福 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但是有一个底线 就是不能牺牲别人的幸福 为了自己的快乐 而牺牲了别人的幸福 是不道德的 这句话用英文如何表达呢 最道德的叫做moral 而不道德呢 叫做immoral 所以这句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 It's immoral to pursue your own happiness and the expense of others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今天巨星金讲的第二个重要内容 这一课的故事当中呢 提到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为了修复哈勃太空望远镜 所做出的计划和准备 所以呢 这一课当中啊 大量用到了将来的时态 里面有一般将来时 将来进行时 还有将来完成时 我曾给大家说过啊 新概念二次是一本啊 循序渐进 滚动复习的教材 关于将来的几种时态 我们在38课之前 系统性的讲过 到了现在呢 可能有些同学啊 已经淡忘了 所以呢 作者亚历山大博士啊 用了60课 The Future 还有61课 Trouble with Hubble 两课的内容呢 帮助大家来复习 如何在英文当中 表示将来 我们来看看 课文当中的回放 故事里提到 花费了巨资 十几亿美金 打造的哈勃望远镜 发回的照片 竟然是非常模糊的 令人大失所望 当时美国全国的媒体啊 也都震惊了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那么NASA 准备怎么办呢 NASA Is now going to put the telescope right So it will soon be sending up Four astronauts to repair it The Shuttle Endeavour Will be taking the astronauts To the Hubble 诶 大家留意 这三句话当中的时态 第一句话用到了 一般将来是 Be going to的结构 而后面两句呢 都用到了 Will be doing 也就是将来进行时 在36课当中呢 我们曾经讲过 Be going to 和Will be doing呢 都可以表示未来的计划 意思呢 非常的接近 基本上呢 是可以互换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 非常仔细地去体会的话 Be going to 和Will be doing 还有那么一丁点 细微的差异 是什么呢 Will be doing 它表达的计划 确定性更强 通常已经有了 确定的时间表 不会再改变了 而Be going to呢 表示决定 或计划 要做一件事情 但是呢 可能还没有 特别具体的安排 所以呢 在36课当中啊 我们曾经提到过 在表达 决定未来 做一件事的时候 确定性方面啊 最强的就是 Will be doing 其次呢 是Be going to 最后呢 是Will do something 所以这句话当中 提到说 NASA is now going to put the telescope right 国家航空航天局呢 计划要把望远镜 校正过来 这句话呢 强调的是一个决定 也就是未来要达成的目标 而具体的安排是什么呢 You will soon be sending up 4 astronauts to repair it 马上呢 要派遣4名航天员 去维修 哈勃望远镜 The shadow endeavor will be taking the astronauts to the Hubble 将会由奋进号航天飞机 把航天员 送到哈勃望远镜 所在的位置 你看 派遣多少航天员 由哪架航天飞机 来执行任务 这些具体细节啊 都是确定的安排 不会轻易改变的 所以呢 这里都用了 将来进行事 来表达一种 强烈的确定性 当然我要给大家说明的是啊 be going to 还有呢 will be doing 它们的差异呢 其实非常的细微 一开始呢 大家不需要过于纠结 我相信啊 通过大量的背诵和转述之后啊 大家会逐渐的体会到 the sligh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tructures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回放一个 课文当中啊 跟将来时代相关的句子 课文在描述完NASA 对于哈勃望远镜的修复计划之后呢 也对于哈勃望远镜的未来 进行了憧憬和展望 课文是这样说的 it will soon be sending us the clearest pictures of the stars and distant galaxies that we have ever seen 所以这句话呢 也用到了将来进行时 那这里是不是表示 一种确定的安排呢 哈哈 当然不是 因为哈勃望远镜 是否能修好 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要注意 我们在第十三课第一次讲解 将来进行时的时候就提到 将来进行时呢 不仅仅可以表示确定安排 还可以表示啊 对未来画面的一种憧憬 就好像穿越到未来 看看那个时候正在发生 正在持续的事情 这就是进行时的含义 作者呢 想象在修复了哈勃望远镜之后 他将持续不断地 给我们发挥精彩的照片 所以呢 这里用 it will soon be sending us the clearest pictures 就比用 一般将来时 it's going to send us the clearest pictures 来得更加的深度 更加的准确 所以呢 学到这里啊 大家是不是有一种体会 will be doing 将来进行时啊 他往往描述将来的画面 可以更加的具体 更加有现场感 为啥呢 这就是因为在时态当中啊 加入了进行这个状态 动作的进行呢 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画面 所以呢 用将来进行时啊 就好像是穿越到了 未来的某一个时间 看着当时正在发生的事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次回到 刚才的那句话 做个想象 哈勃望远镜修复之后 他将持续不断地 为我们发回照片 那发回的照片 是什么样的呢 课文中是这样来描述的 The clearest pictures of the stars and distant galaxies that we have ever seen 很多同学听到 或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的大脑内存啊 可能有点不够用 对不对 它的信息量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pictures 照片的定语 很长 很复杂 我们说过啊 中英文当中啊 定语位置 它的差异很大 在中文当中呢 定语全部都是前置的 而在英语当中呢 定语位置的特点啊 是短前长后 在这句话当中 pictures 前后都有定语 前后夹击 前面的非常短 the clearest 最清晰的图片 而它的后置定语呢 非常的复杂 有两个部分 先是一个介绍短语 of the stars and distant galaxies 是关于星星 和遥远星系的图片 而再往后走呢 that we have ever seen 又是一个定语的重剧 修饰前面的 the clearest pictures 表示 这是我们见到过的 最清晰的照片 这句话如果翻译成中文呢 前置定语啊 就会很长 哈勃望远镜 将为我们发送回 我们所见到过的 最清晰的 有关恒星 和遥远星系的图片 大家是不是觉得啊 读起来还是有点别扭呢 这是因为啊 中文是一种 只有前置定语的语言 所以呢 前置定语一长 这个信息啊 就会过载 对于复杂的前置定语啊 中文是不堪重负的 所以之前呢 我们说过啊 复杂的后置定语 我们可以采取 断句的方法来理解 所以这句话呢 你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哈勃望远镜 将为我们发送回 有关行星和遥远星系的图片 而这些照片呢 将是我们见到过的 最清晰的 我们现在呢 已经进入到了 新概念二侧的后半侧 也就是呢 我们进入到了 中高级的英语学系 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看到很多英文呢 有复杂的后置定语 而这些后置定语呢 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并连形 一类是串连形 什么叫做并连形的后置定语呢 也就是一个先行词的后面 有若干个定语来修饰它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句 The clearest pictures of the stars and distant galaxies that we have ever seen 你看啊 of the stars and distant galaxies 还有that we have ever seen 这两个定语呢 都是修饰前面的pictures 你可以把先行词呢 看作是一个主人 而后面两个并行的定语呢 就好像是伺候主人的仆人 我把它叫做 一托二式的并连形定语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 并连形后置定语的例子 这个部分呢 可能有一点点难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文稿 Changes in the economy that lead to fewer job opportunities make well-paid employmen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obtain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 留意一下它的主语 Changes 它有几个定语呢 后面跟上的是 in the economy 在经济中的变化 后面呢 又跟上了一个定语重句 that lead to fewer job opportunities 造成就业机会变少的那些变化 所以Changes 后面跟上了两个后置定语 这两个后置定语呢 修饰的同样一个先行词 这就是典型的 一托二式的并连形定语 翻译成中文呢 就是 造成就业机会减少的 经济上的变化 后面说 make well-paid employmen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obtain 就是 使得高收入的那些工作 越来越难获得 所以这里的increasingly 不要理解为不断增加的 而是一个程度副词 表示越来越 整句话呢 意思是 造成就业机会减少的那些 经济上的变化 使得高收入的工作 越来越难获得 当然 刚才我们说过 复杂后置定语 还可以用断句的方法来理解 所以呢 你也可以这样来解读这句话 经济上的变化 造成就业机会更少了 这使得高收入的工作 越来越难获得 哎 你看 这样的理解 是不是更加的容易呢 好 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 并联形的后置定语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看 什么又是串联形的后置定语呢 所谓的串联形的定语啊 就是后置定语当中啊 是一个修饰一个 好像接龙一样 好 我们也来欣赏一个例句 这个句子呢 有一点复杂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看文稿 这句话如何理解呢 注意英文当中 先判断 后细节的特点 这句的主要信息呢 就是总统访问了中国的经济中心 上海 注意这里有个字叫hub hub 就相当于center 好 后面呢 跟上了一个修饰上海的定语从句 where he had a dialogue with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注意where这个关系副词 我们之前啊 有讲过 在定语从句当中呢 他作为地点状语 就相当于in Shanghai 这个定语从句呢 补充说明了总统在上海干嘛呢 他在上海和中国的大学生进行了对话 好 后面呢 再跟上一个定语从句 who raised many questions concerning Sino-US relationship 这里的who呢 修饰的是前面的college students 这些大学生呢 提出了许多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 注意sino指代的就是中国 sino-US relationship 就是中美关系 注意在并联形的后制定语当中啊 定语修饰的对象都一样 而在刚才的这句话当中呢 两个定语从句 修饰的先行词都不一样 是一个接着一个 这就好像是一个主人带了一个仆人 而这个仆人呢 后面还带了一个小仆人 这就是串联形的后制定语 所以今天呢 我们初步的了解了两种复杂的后制定语 一种是并联形 一种是串联形 在中高级的英语当中 尤其是报刊杂志当中啊 大家会发现这两种定语是非常常见的 好 我们再次回到课文当中 我们来欣赏一下课文中的最后一个句子 By the time you read this The Hubble's eagle eye We'll have sent us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wonderful pictures 注意这句话当中用了什么时态呢 对了 将来完成时 刚才呢 我们复习了一般将来时 还有将来进行时 那么大家回忆一下 将来完成时表达的是什么含义呢 对了 也就是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之前 已经完成或持续的事情 好 我们来造些句子 帮助大家来回顾一下将来完成时的用法 比如到现在为止 很多同学听东兴老师的课程 已经听到了61课 很不容易啊 我们的课程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如果我们一起展望一下不久的将来 当你学完这个课程的时候 你将会掌握几千个精彩的英文单词和表达 By the time you finish this course You will have mastered the usage of thousands of wonderful English words and expressions 更重要的是 当你认真完成这个课程的时候 你也将会变成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 By the time you finish this course You will have become a good storyteller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句子如何表达呢 我们中国政府呢 有一个著名的2050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 到了2050年 中国呢 将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这句话呢 用英文如何表达呢 By 2050 China will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好 我们复习了将来完成时 诶 问大家 在将来这个时间坐标下 还有哪一个时态呢 对了 还有一个 将来完成进行时 我们顺便也一起复习一下吧 它表示什么呢 表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之前 一直在持续的动作 我们什么场景下会用到这个时态呢 它通常是帮助我们预测 未来的一个里程碑 To predict a milestone in the future 比如说有个同学曾对我说 东兴老师 到了这个月月底啊 我坚持学英文的时间 整整满200天了 如果用英文来表达这句话 该怎么说呢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I will have been studying English for 200 days 如果你有个在中国定居的外国朋友 他对你说 到今年年底 我将在中国住满 整整十年了 他用英文对你说 会怎么表达呢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I will ha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10 years 好 到此为止呢 将来时态当中的四个成员 一般将来时 将来进行时 将来完成时 还有将来完成进行时 我们今天呢 都做了一个回顾 在学习新概念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不仅要循序渐进 更要温故而知心 好了 今天的剧情金讲 我们就说到这儿 现在